龍捲風耶 好特別喔 那針織應該是龍捲風 因為基本上昨天應該是 颱風過後以後 事實上水氣還非常充足 山區裡面 那昨天白天日照非常充足 所以說它基本上 在整個山區裡面發展 這種對流非常強盛 所以才有機會發展成 這樣的一個小型的龍捲風 但是事實上是 這已經貼到陸地上來了 貼到溪裡面來了 我想這應該是個龍捲風沒有錯 那像天氣一場 以前都沒有發生過 這個應該要有相當的一個 配合的條件 天氣條件 好比說 台灣過後 水氣非常充倍 第一個要水氣充倍 第二個 對流要非常旺盛 對流旺盛 最主要來源是 昨天太陽很大 加熱 空氣要有加熱 所以說 昨天看那個營 上面的整個都是黑的 大概應該是 整個都是那種基於營 應該甚至有些山區裡面 應該會發生雷震雨 這樣的一個天氣 所以這個是個龍捲風 如果這樣子 未來會不會常常發現到 這個不一定 這不一定 這不一定 這完全要很多相關的 天氣條件去配合 第一個要 垂直風切要夠 水平的風切要夠 然後第二個 水氣要足夠 第二個熱量要夠 才有機會發展成這樣 那昨天應該是山區裡面 事實上水氣還非常豐沛 它山區裡面發展成這種 基狀營 那就有機會產生這樣的一個 對流 產生這樣的一個龍捲風的線條